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晚間 八點鐘的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宜霈 我們趕快來歡迎今天要PK 明星親子料理PK賽的兩位來賓 這兩位都是大美女 但是她們的共同點是 兩位都不會做菜喔 YES 什麼YES啊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有一點掌勁 至少都不會 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就是湘瑩 嗨 依菲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接下來這一位呢 她從剛剛一直在那個休息室 一直在逼我說 妳等一下要幫我記流程喔 因為我真的記不住 我看了800片還是記不住喔 把整個攝影棚的人都搞得很焦慮 我們歡迎謝忻 嗨 大家好 我是外景小公主 謝忻全台灣吃透透 吃是我的興趣 那妳為什麼不會 吃跟做是分開的 真的 問題是妳吃的時候要看別人做耶 他們做他們的 我吃我的啊 這個真的很不可思議 我今天才知道妳不會做菜 我在外面吃 外面在廚房做 我幹嘛走進去看他們做 當然就是要有關心看一下啊 我在那邊很阿燦 在那邊看他們做麵 我在外面吃就好了啦 好 今天兩位不會做菜的美女 要來PK 真的滿有看頭 營養的部分 就交給我們的營養師林立成 林立成妳會做菜嗎 會啊會 會喔 那妳看到他們兩個焦慮 妳為什麼可以這麼淡定 妳感受到了嗎 有 我感受到她很緊張 真的喔 對 我剛剛在休息室有聽到 她好像連刀子怎麼拿 好像都不太會 不許妳這麼說 不用 好白 OK OK 好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 湘妮妳家不在做吃的嗎 對 我家在做吃 我家賣鹹酥雞是炸的 什麼 那妳還不會做菜 我只會炸 我只會炸 而且因為家裡從小在做生意 所以家裡根本就沒有開火 所以 所以就是通常就 過年爸爸有做菜 但是我也是負責吃的那一個 是 所以妳是 妳不會做菜程度是 妳會煮泡麵嗎 或是會煎荷包蛋嗎 很久沒有做了 這樣會滿實力的 很久沒有做 我這樣有很實力 我要衡量一下來賓的實力啊 泡麵還可以 泡麵還可以 那如果是泡麵裡面要加一些青菜 然後肉類什麼下去 就丟進去就好啦 對不對 丟進去然後蛋打進去 然後等它滾就好了 熟了就滾了 OK 那算OK 那 炒飯之類的呢 炒飯應該就無法 然後荷包蛋從來沒有煎 就是蛋永遠都會破掉 這其實好恐怖喔 妳可以不要那個臉嗎 我跟妳講 沒有沒有好 那我問謝忻 謝忻妳 我剛剛以上講的妳會嗎 泡麵 我上一次做的菜是 大燕麥片 那個是用泡的 那為什麼我後來決定吃大燕麥片 用熱水去泡它呢 因為我在家裡煮泡麵 那我就想說泡麵要營養 要均衡 對 我就把蔬菜洗一洗 然後再加一顆蛋 對 下去然後就毀了 燒焦了 就是 我就算了 我去吃大燕麥片 不是啊 泡麵怎麼會燒焦啊 它就是毀 妳的火開太大對不對 是不是 我不懂 我找不到原因 我也不想去找燕麥片 我有加水 我有加水 怎麼會 怎麼會有這麼離譜的來賓啊 對啊 我覺得今天這PK好真實喔 對 就是沒有人要做節目效果 因為兩個是真的不會 我真的不會 是真的不會 我就拚了 就拚了 所以妳上次做的是大燕拍片 妳上一次做什麼 就是泡麵啊 好 大燕麵PK的 泡麵 很好 激烈激烈 今天是要做料理給小朋友吃 那你們對小朋友有一套嗎 我喜歡小孩 而且我媽媽以前小時候 有幫人家帶過小孩 所以妳算還蠻會哄小孩的 對 但是不要太 我會生氣 那個要逼 要逼 不要太皮的 不要太皮的 對 OK 謝忻呢 有辦法嗎 我以前 我當過老師 所以對付小孩我算是有一套 對妳有當過鋼琴老師 對 我當過老師 而且我有教過小朋友彈鋼琴 從小到大的都有 好 今天我們的特選食材呢 是角白筍 那其實呢 要提到角白筍 就想說 前陣子啊 不是菜價一直上漲嗎 而且漲到一個翻天 然後漲到大家都覺得說 這菜什麼高麗菜一顆200塊 也太離譜 所以就導致 因為菜很貴 很多人原本喜歡吃菜 就改去吃肉了 那吃肉的人那就更有 更有那個什麼藉口說 那我就大魚大肉好了 但是要小心喔 如果你吃太多肉的話 要小心你會有心血管疾病 大口吃肉已經不是享受 而是相較起來比較划算 不過餐餐吃肉 恐怕只會吃出滿滿身體負擔 造成我們心臟的一個負擔 或者是血管的負擔 會比較重一點 有時候會有激發性的 比如說像這個心血管塞啦 或者是我們說的這個糖果醇 本來就已經在邊緣了 那這一類很容易就是血管會飆高 過量吃肉卻不吃菜 加上氣溫奏降 中醫師文明珠提醒 一不小心就吃出心血管疾病 熱水中加入黑白木耳 搭配適量中藥材 川漆乾酸黃旗 泡出來的水當成茶飲 加強補氣化淤 預防膽固醇累積 用一點活血化淤的藥材 比如說大家比較熟年 想用一點川漆啦 單身啦 一個走心血管 一個這個血液裡面的濃度 不用那麼濃 郭天冷想喝點熱呼呼的 加點蔥 薑或是冬瓜熬煮成湯也可以 菜價居高不下促使不少肉食足激增 不想吃出一身油膩膩 靠替代食材或中藥調理 變相達成飲食均衡 記得吳清俊李佩軒台報導 其實營養師還有很多節目新聞 都一直在講 其實吃太多肉真的不好 但我們之前節目 其實有跟大家提醒過說 你不要以為我們之前介紹過 有像四季豆 不要以為說四季豆 好像就是脆脆綠綠的 反正就是蔬菜 但四季豆 尤其是豆類的蛋白質含量 其實是滿高 但我們今天介紹的角白筍 是不是也很厲害 對 我們今天介紹的那個角白筍 它其實跟我們一般的那種 綠色綠葉蔬菜比起來 它蛋白質其實高大概有四倍 有四倍 好高喔 對 所以其實很適合吃素的 因為吃素的人可能會吃比較多一些 蛋白質可能攝取會比較不夠 所以它可以可能多從一些 豆莢類的蔬菜 像今天的角白筍也很好 對 那是不是什麼高血壓 在他心上面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疾病的人 吃角白筍也還滿有效的 角白筍它其實本身 它的那個水分 九成都是水分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甲離子也很豐富 所以其實很適合高血壓的患者 還有三高的患者吃 了解 那角白筍 我們常常去買角白筍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人不吃角白筍 因為怕說那個角白筍 不是有美人腿支撐嗎 美人腿 對 不就是這樣白白的嗎 上面怎麼會有毛細孔 一點一點黑黑 想說那是不是發霉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很多民眾都會覺得 那可能放太久發霉 黑黑的發 而不太敢吃 對 那其實那個是一個 角白筍特有的菌 叫胡黑碎菌 什麼 胡黑碎菌 那它不是發霉 那個其實對於預防 骨質疏鬆非常的有效 所以我們如果去選角白筍的話 是有看到那個一點一點的比較多 就不用擔心是不是 其實它是切開才看得到 對齁 外面看不到 外面看不到 這邊有殼包住 外面有殼 在家的時候想說 怎麼是這個樣子 變得不敢吃 但如果我們切開 發現它整個都好黑 這個也不要有開心說 胡黑碎菌好多 我大吃 那應該是發霉是不是 如果太黑的話 整個都黑得 充滿了黑一點點 其實也不是好事 是 好 那如果角白筍的話 要烹調的話 你會比較建議要怎麼吃 譬如說有三高的患者的話 怎麼吃會比較好 角白筍因為它味道比較淡 所以外面的一些 市售角白筍的料理 都會譬如比較油 比較鹹這樣去炒 那其實 它其實很適合 就是簡單的料理就好了 不要特別去油炸它 那其實像我昨天 其實角白筍是這個季節的 當季的蔬菜 當令食材 對 當令食材 我昨天其實就是用一些薑泥 一些辛香料的東西 就可以取代你那些調味料 我好瞭解 而且其實角白筍是烤肉的必備 對啊 烤角白筍你應該有吃過吧 超好吃 我有 我家鹹酥雞也有賣炸的角白筍 剛剛營養師就說不要用炸的 可是我家也有賣 真的喔 吃的頻率比較高就好 但是有時候角白筍 你稍微灑一點點鹽 一點點黑胡椒 拿下去烤 其實就很好吃 而且它熱量很低 它適合減肥 它適合減肥 因為它的膳 它熱量大概100公克 消水腫 22 22大卡而已 然後纖維非常豐富 100公克才22喔 對 今天兩位要用角白筍來PK料理 觀眾朋友真的不要對他們要求太高 他們能夠接這個通告 然後很努力的想要嘗試做料理 我們真的要為他們鼓掌 那如果他們做出來都好吃 表示你做了一定非常好吃 好 先來看看湘瑩今天要做什麼料理呢 我覺得我來了我有點後悔了 因為我覺得我的有點難 蛤 這太難嗎 甜筒披薩 天啊 是不是很難 不是 因為製作單位在跟我忍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是說我不會做菜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想做披薩 然後呢 我原本跟他講說我做的方式 他們覺得有點太簡單 我心想說天啊 那我跟我PK的人他一定很強 對 我就以為這樣 我想說好吧 那沒關係 那我上網找一個再難一點的 就沒想到 是他 那早知道就是 這太難了 對 早知道你就是把麵皮 鋪上去東西弄一些 小白層切切嗎 烤一烤出來就好啦 而且你這個難道 你要先把酒喝掉才可以放耶 不是 好不好 那不是 那只是裝的那個盤子 我太難了 杯子 但我覺得這看起來真的有點難度 對 你等一下真的可以做出 像圖片這個樣子嗎 我試試看 好 那我會為你加油 如果需要我幫忙的話 就是不要吝嗇 好嗎 那來看看非常驕育的謝忻 今天連泡麵都會失敗的謝忻 今天要做什麼料理呢 其實我有稍微放鬆了一下 看到他的甜筒披薩 現在容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今天要做的料理 那就是 沙拉夾心餅乾 你的太簡單了 我覺得你會大勝 因為你的不容易失敗 你就東西下去攪一攪 霍一霍就好了 我告訴你 然後夾心餅乾是外面買的 要自己做 夾心餅乾還要自己做 還要挑的好 挑的好是不是 你不能隨便挑 而且你知道這個夾心餅乾 這裡面的東西 要切得非常的細 要切成丁 我等一下 就要來展現切丁的功力 不是 重點是切丁 你不知道現在有很多器具 像拉一拉拉一拉 就變成丁了 你幹嘛自己切 我現場切丁好不好 我表演切丁 好 表演切丁 表演切丁 你要不要表演吞劍 我差一點表演天丁了 好 我覺得今天這場很精彩 那待會兒如果有任何出座的地方 觀眾朋友真的不要對他們抱 就是不要苛責他們 他們真的很努力 好不好 好 我們介紹今天的四位小小評審 介紹Owen Steve 來介紹萱萱 還有蓉蓉 好 兩位可愛的小男生小女生 就當我們今天的小幫手還有評審 馬上進入我們的明星親子料理PK賽 好 今天湘怡 首先要幫我們上場要做的是 甜筒披薩 我剛剛看了這個菜單 我有點嚇一跳 因為對於新手來說 我覺得有點小男耶 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點後悔 真的 我覺得我被騙了 你現在是不是記不得步驟了 對 好 沒關係 我們先來看看食材 好 謝忻還在旁邊按字切形 好 來 有吐司三片 蛋三顆 角白筍一根 甜椒一顆 豌豆二十克 馬鈴薯一顆 蜂蜜適量 奶油適量 鹽適量 跟黑胡椒適量 好 那你現在 我派了兩位小幫手給你 分別是Owen跟ShenShen 那請艾文兩個幫你拿東西 好 那你們可以去幫漂亮姐姐拿東西嗎 好 那我要 角白筍 角白筍你知道是什麼嗎 角白筍你知道是什麼 知道喔 然後還有甜椒 黃色跟紅色的 對 好 豌豆 豌豆 豌豆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知道 好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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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所以要出發 我就要先做嗎 還沒 你等他們拿回來 然後拿一個紅色的甜椒 還有一個紅色的 紅色甜椒在哪裡 對 好棒 還有豌豆呢 豌豆在哪裡 豌豆 一碗的 厲害喔 好棒喔 好 拿回來 拿回來 好 今天的食材都有囉 對 有豌豆 豌豆 角白筍 角白筍 還有紅黃椒都有了 對 然後呢 因為其實我這個步驟有點多 所以 先 我跟你說就是要先把它們切丁 對 然後 你有展現刀工嗎 我來先示範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 這個應該是要切斜的吧 你有要把那個殼剝掉的意思嗎 這沒剝嗎 沒 剝了 喔 沒剝 不好意思 算了 我先切這個好了 這個我會切 好…這個你會切OK 紅黃椒 來切切看 什麼牛 你會切紅黃椒 因為我家有賣青椒啊 對… 你家有賣榨青椒 對 然後 這樣嗎 切丁 先切絲 切絲 對 看起來現在 他切了兩三下的時候 唉唷 太難切了 把它切丁 很好啊 我覺得你切得很好耶 沒關係… OK 好 切丁之後就放到這裡來 切丁完 好 黃椒切丁之後呢 其實紅椒也是相同的處理方式 對 所以我們就紅黃椒都把它切丁了 這個是紅椒 然後這個黃椒 其實色彩很漂亮 好 那接下來角白筍呢 那我要示範切角白筍嗎 當然要啊 這是圓形 這怎麼切啊 所以這頭是不是要先切掉啊 對 下面的頭要先切掉 然後切橫的 對 可以切橫的 可以先切橫的 對 我真的覺得 真的不會做料理的人 連那個都不會用 好啦 我拿一個東西 工具來幫你 好 你要展現一下你的切丁功力啊 嗯 那這個怎麼辦 沒關係那個就放在旁邊 然後 天啊 沒關係沒關係 你繼續 我切囉 好 你可以一邊閒聊舒緩一下氣氛嗎 對 我很怕閒聊我切到手 沒有沒有你要專心切好不好 好棒棒喔 耶 好 把它切丁之後放到這裡面來 切丁 OK 那接下來呢 這個我先幫你放到旁邊 好 接下來 我們菜都已經切好了對不對 對 好 再來 我們來 做這個 吐司 吐司要幹嘛呢 吐司啊 我們要先切邊 好 對 吐司把邊切掉 對 然後吐司這個邊啊 這個不要丟掉 因為這個 等一下也是要切丁 然後要煎 要煎是不是 對 然後這個也是要切丁 這個要切丁 你好愛切丁喔 對啊 對不對 好 先把吐司切丁 好 好 先切丁的先放旁邊 好 接下來我做一片 好 先做一片 給我們看 你要把 用這個擀麵棍 對 把它擀平 擀麵棍 對 喔 把吐司給擀平 真的喔 媽媽還會做 好 好 接下來 關鍵 關鍵來了 對 兩顆蛋 兩顆蛋要幹嘛 兩顆蛋先把它 打兩顆蛋來 對 垃圾桶在下面 好 你打蛋還OK啦 可以可以 真的喔 對 好 然後再加一點這個蜂蜜進去 喔 加蜂蜜 這超妙的 這個要等一下要裹在它這個 外皮上的就對了 好 蛋跟那個蜂蜜加在一起 對 然後把它攪拌一下 那可以在攪拌的過程中 我先來做這個 這個 所以你還要摺紙啊 對啊 你要把它做成像甜筒一樣 對 我把它做成像甜筒一樣 這個難度有點高 手不巧的人應該是無法 對 你就把它當成做手工藝品的感覺 好 就這樣子 然後呢 你要怎麼把它固定 喔 用牙籤把它固定 這個方法還不錯 我覺得在家裡的話 會用那個鋁箔紙 做成一個裡面的內膜 喔 很像形 模型 對 模型 對 它吐司放在外面 然後用烤箱烤 我們等一下要弄這個蛋液上去 我怕它會就垮下來 會垮下來 所以要先用一個那個鋁箔紙把它固定 就像我們在撐那個靴子一樣 對 對 好 我幫你把蛋打好之後 你把吐司捲好 然後接下來呢 要把這個蛋液 勾上去對不對 對 把蛋液 蛋液裡面已經有加了蜂蜜 蜂蜜 可是為什麼要加蜂蜜 因為我不知道 它吃起來可能 它吃起來是甜甜的啊 對啊 會香香的 對 好 用刷子 先把它全部都沾上蛋液之後 好 蜂蜜的味道 好 其實還滿費工的耶 真的 對 但是如果是小朋友看到甜筒形狀 就會覺得好像是冰淇淋 會嗎 會 有一點 有一點喔 而且看到漂亮姐姐做料理 是不是會更想吃 我是不是很漂亮 對啊 真是會說話 爸媽教得真話 我比較漂亮還是謝忻姐姐比較漂亮 她說我 我比較漂亮還是湘蜜姐姐比較漂亮 她說 她說兩個都漂亮 妳怎麼可以說兩個都漂亮 妳要說我 妳跟我同對的 我再問妳一次 我比較漂亮還是湘蜜姐姐比較漂亮 好了 妳不要嚇小孩好不好 小孩不能說謊 她是湘蜜在剛躲過 那個蛋液的同時已經裹好了對不對 我們來考謝忻一個題目 跟腳白筍有關 然後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可以跟我們答一下喔 下列哪一個不是挑選腳白筍的重點呢 不是喔 不是喔 A 白質且細嫩 B 筍白出現青綠色 C 腳白筍的底部 硬度比較夠 哪一個不是呢 下列哪一個不是挑選腳白筍的重點呢 不是喔 不是喔 A 白質且細嫩 B 筍白出現青綠色 C 腳白筍的底部 硬度比較夠 哪一個不是呢 謝忻 不是嘛 挑腳白筍就是要挑白又白又直 因為才是美人腿 對 美人腿 所以A是對的 對 然後我是想B跟C 應該是B 因為跟竹筍一樣 竹筍就是如果說是 底那邊綠綠的 代表著它比較熟 所以應該是B 我是這樣想 好 恭喜謝忻答對囉 但是它的解釋 其實有一點點問題對不對 其實B 他說跟竹筍其實 就是纖維啦 如果比較綠色的話 其實相對它的纖維比較粗 也比較老了 對 所以如果是你挑選到那個底部 是比較綠的話是比較老的 對 口感就會比較粗 沒有那麼嫩 對 OK 所以呢 答案是B喔 好不好 OK 那得分可以不要做了嗎 要 那是 剛剛把這個弄好之後呢 接下來 我們就把它放在烤箱 烤箱要預熱到170 然後烤10分鐘 烤10分鐘 成品就是這樣 其實很漂亮耶 成品就是這樣 烤好的成品其實很漂亮 很美耶 是甜筒嗎 是啦 對啊 是個甜筒 它只要烤一次嗎 還是要烤兩次 它烤兩次是拿出來之後 然後再抹上奶油 再抹奶油 然後再去烤10分鐘 OK 所以它上面有蛋液 然後有蜂蜜的香味 然後烤10分鐘之後 拿出來之後 再抹上奶油 融化的奶油喔 這個沒辦法弄啦 是嗎 這樣沾上去不是喔 不行 對 那個奶油要融化 要融化的 對 你把奶油先稍微融化之後 再把奶油塗上去 最後會有奶油的香味 所以聞起來其實非常非常的香 那接著下來 你要用這個做什麼 接下來我還有一個步驟 我的步驟非常的多 就是看到我這個是馬鈴薯 對 馬鈴薯 那馬鈴薯我要把它壓成泥 對 對 好 馬鈴薯你其實可以用湯匙 或者用叉子 把它蒸熟了之後把它壓成泥 用電鍋蒸熟 對 然後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不是有這個 就是剛剛切邊的那個 吐司邊 對 你把它放在平底鍋 然後加一點那個 少許的奶油 把它煎到這樣 就這樣子脆 就是焦焦 對 脆脆酥酥的 就很像我們吃那個凱薩沙拉 然後會把它塞在上面的那一種 但是其實你的馬鈴薯 裡面有做一點點調味吧 對 不然你等一下吃起來會沒味道 對 馬鈴薯要可以加一點 黑胡椒 黑胡椒 因為是小朋友吃的 所以就也不要加太多 一咪咪 好 這個已經加過了 加了 好 這已經加過了 好 壓成泥之後加一點黑胡椒 對 加一點鹽巴進去 對 那接下來呢 就像我剛剛 這邊不是已經切過了嗎 對 那接下來就是要把它們 炒 對 好 把這個紅椒跟黃椒 還有角白筍 還有這個 豌豆 然後放在鍋子裡面炒 對 然後再加 我有加一點點鹽 可是我沒有加很多 對 因為要煮給小朋友吃的 好 然後炒了之後 然後再把豌豆稍微就是 再切 切小一點點這樣子 對 不是 豌豆是要先切完再炒吧 沒有 我是先炒耶 好 通常是先切完之後再炒 好不好 因為之前以前媽媽炒豌豆都是 整個的 整根炒 可是你媽媽炒豌豆的時候 應該是豌豆炒 豆腐或什麼 所以會整根炒 可是如果你要跟這個一起炒的話 你要先切完再炒 好 那我剛剛忘記 我剛剛是先 好 沒關係 反正就是 沒關係 反正都一樣 反正就是都一樣啦 對 都熟就好了 熟就好了 好 接下來這個步驟很重要 對 你要做什麼動作 我要先把 這個 跟這個 拌在一起 好 拌在一起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拌在一起 拌在一起 我們之後要把它 就是抹在這個上面 我覺得可能 我覺得啦 可能是想要 對 可能就是 防止這個 菜掉下來 就是讓它有 固定的感覺 好 這樣子夠嗎 好 好 那我幫你拌一拌 好 好 所以是把這個 馬鈴薯 好 那你再弄一點 好 好 就是把馬鈴薯泥 把它弄 已經有調味之後 然後吐司 你也是先煎得酥酥脆脆之後 那等於是把它做成一個甜土的動作就對了 對 我緊張到流汗 你看 好汗 你在倒汗 好流汗耶 好 好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好 接下來 用湯匙來弄 對 就先把它 狗肉在上面 好 這樣子 給鏡頭看一下 它是 原本是長這樣子 然後它現在又用這個 馬鈴薯泥 裡面有加上這個 吐司的 先把它塞到裡面去 對 就把它填 把它填平 喔 這樣做大概是像這樣子的感覺 接下來就是 把這個 五彩繽紛 對 放上去就好了 對 第一 好 但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因人而異啊 想說如果的 這個泥可以放少一點 菜多一點 也都沒關係 反正就看個人的口感 對 接下來你在下面就放了一些 高麗菜絲 對 生菜絲 就擺盤這樣比較漂亮 對 然後這樣就完成囉 耶 其實很漂亮 而且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 太難了 很適合開派對這個 而且你看 弄成這樣手忙腳亂的 不會啊 我覺得你還OK啦 真的嗎 因為你選這道料理 已經算是比較高難度的 沒有 不是那麼適合出學者的 所以你們家的那個攤 會開始賣這個 你會做嗎 不會 我不想 他 導播你看一下他 他汗流到一個完全不行啊 我太緊張了 還是一直這樣滴下來 為什麼會這麼緊張啊 而且他手一直發抖 因為我很不喜歡做菜 因為我覺得我是 就算結婚我也不會做菜 因為我對做菜 是完全一點興趣都會 而且你可以把廚房那個兩瓶 打掉變成臥室空間 多省啊 對 你們兩位 真的無法 對啊 立成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道料理 它的營養成分 其實它這道料理 你會發現顏色很鮮豔 對 那其實小朋友 要吸引小朋友 把蔬菜吃進去 第一個就是視覺 對 那其實這道料理有掌握到 就是它使用甜椒 紅色 黃色 對 那就是怕小朋友 會怕那個甜椒的味道 對 我也覺得有一點 對 所以可能比例可以 稍微拿捏一下 那或者是也可以用花椰菜 是 綠色的 也是算鮮艷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的吐司裡面有加蜂蜜 然後又有加奶油的話 這個部分營養成分 是適合小孩的嗎 蜂蜜的話 其實會比其他的砂糖 精緻糖 或是果糖之類都來得好 對 那奶油的部分 因為其實它使用量比較少 是 對 像是炒的話 會用奶油其實是香氣 那其實它也可以換成比較 健康的像橄欖油 對 也是不錯 那馬鈴薯在裡面 扮演就是澱粉的角色嗎 對 澱粉的角色 那是提供不同的一個主食 那如果是這一道的話 你推薦他們會比較適合 譬如說正餐還是點心之類 會比較適合 假設小朋友 有習慣吃點心菜 餐跟餐中間會吃點心的 寧可他吃這個 也不要去吃餅乾類的東西 對 或者是什麼薯條之類的 對 好 今天 湘瑩很努力完成這道料理 趕快給他一個掌聲 掌聲 掌聲 接下來 真的好像跑完三體 還一直流汗 接下來 現在還在旁邊說笑 然後一直講一些風涼話的謝忻 我就看你待會兒什麼表現囉 歡迎謝忻 好 接下來輪到謝忻 今天要幫我們做的是沙拉夾心餅乾 要用到什麼食材呢 沙拉夾心餅乾要用到的是 角白筍一根 小黃瓜一根 紅蘿蔔一根 雞蛋一顆 鹽适量 檸檬汁15毫升 純橄欖油100毫升 還有蘇打餅乾六片 是的 我在此就要告訴大家 任何所有不會做菜的 太太小姐媽媽們 對 這一道菜你們絕對會做 因為蘇打餅乾也是外面買的 但是你要慎選好嗎 慎選 對 就是它的那個大小尺寸一樣 剛好可以舊口 你不會選太大片的 請問一下哪個蘇打餅乾不能走 有有有很大片那種 你咬一半它就會掉 我了解 就是那種正常小方形的就對了 對 所以它還是 我還是有幾條細選的 好 首先呢 我要請我的小幫手 榮榮還有Steve幫我拿一下 我今天的食材 來 Steve麻煩你幫我拿 角白筍 角白筍 小黃瓜 還有紅蘿蔔 來 榮榮也去拿好不好 小白筍 紅蘿蔔 還有小黃瓜 小白筍 直接拿回來就好 好 紅蘿蔔咧 紅蘿蔔 紅蘿蔔 好 小黃瓜咧 小黃瓜 小黃瓜在哪裡 找找看 綠綠的 長長的 好的 是的 下雨呢 好 都有拿了 好 拿回來 帥 妳很帥氣 這三樣東西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做的食材 那其實呢 這兩樣呢 我們要先把它汆燙 要汆燙 對 汆燙之後呢 再泡冰水 然後再切丁 但因為就是那個 技巧太難了 所以呢 我們這邊就 有這樣子 我現在要來展現這個 切丁的技巧 對 但是 要提醒大家喔 像紅蘿蔔這麼大根 它沒有辦法直接下去汆燙 沒有辦法 所以你還是要切薄片 對 然後先下去汆燙 所以不可能紅蘿蔔整根 丟進去汆燙 對 因為我剛剛其實有 稍微學了一下 它是好像要先這樣子 把它先切成一個方形啦 對 然後再緩慢的把它 就是體積縮小 但這對我這種初學者來講 是不是 太難了 好 那我們有先 先把它切成薄片的紅蘿蔔 對 像這樣子的紅蘿蔔 已經切成薄片 然後已經汆燙好了 是的 那今天謝忻要來幫我們 展現它的刀工 對 我跟你講 說切我還真的可以 好 來 來 不管是切丁還是天丁 這個我OK的好不好 對 來 你看你手指頭就是要這樣 切下去 對 切下去 老師箱子 音樂 等一下 燈 燈 燈 小心喔 這個字 有沒有看清楚喔 我怎麼覺得手套好像要破了 沒有啦 你要把它對準 對 這幾樣東西就是小黃瓜不用汆燙 然後 紅蘿蔔跟小白瞬 汆燙一下 汆燙完之後呢 泡了冰水之後 趕快把它冰鎮 對 你們兩個怕會怕紅蘿蔔的味道 會嗎 怕嗎 你們喜歡吃紅蘿蔔嗎 喜歡喔 喜歡喔 Steve你喜歡吃紅蘿蔔嗎 還好對不對 雖然小朋友會怕紅蘿蔔的味道 可是因為我這一道是 沙拉夾心餅乾嘛 那除了這個食材之外呢 我還有準備就是沙拉醬 就是美乃滋 所以其實它的味道呢 是會把一般小朋友會怕的那個 會蓋過去 對 紅蘿蔔的味道是會蓋過去 OK 好 看一下這個丁是不是OK的 我覺得還不錯啊 是漂亮的 漂亮漂亮 好 接下來 腳白筍也是相同 已經先汆燙 汆燙 變成這樣子 然後先把它汆燙冰鎮過後 然後接下來一樣切丁 對 OK 切的 先切 對 好 我相信這一播出之後 應該就是在婆媽的觀眾群裡面 應該會有一些婆婆媽媽 又更加認識我 又更加喜歡我了 對 其實我也是會做菜的 不會吧 我也是會做菜的婆婆媽媽 好 腳白筍 謝忻在切腳白筍的同時 當然我們要問一下湘瑩 然後還有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你也可以跟著一起答答看喔 下列腳白筍的保存方式 哪一個是不正確的呢 不正確喔 A 不要冰超過兩天 B 先鋪濕報紙 C 先撥殼 哪一個是不正確的 先撥殼 為什麼 因為 其實它殼是有保護的主要 如果你把它剝掉的話 其實它容易可能就是空氣 什麼會氧化 所以比較容易壞掉 對 那你覺得先鋪濕報紙為什麼可以 保濕吧 對 就跟我們敷面膜一樣 是一種保濕的感覺 好 恭喜湘瑩答對啦 耶 所以腳白筍真的不能先撥殼是不是 就跟竹筍一樣 對 它先撥殼 先撥殼之後 它的那個保存期限等於就縮短了 對 那帶著殼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稍微再包一下那個報紙 如果怕油膜的話 你可以裝在那個保鮮盒 或塑膠袋裡面 對 那帶著殼的話 大概可以保存期限可以拉長到 乾淨快一個禮拜 6到7天 對 可是你撥了殼 大概兩三天很容易就 沒有煮 很容易就 新鮮度就不夠 很了解 看來我們今天的題目也是有 為了兩位不太會煮菜藝人有挑過 這兩個其實算是 婆婆媽媽界應該都是知道的小嘗試 好 說著說著我切上你的 來來來 還有什麼東西我都拿來切 什麼東西啦 沒有了啦 沒有要切什麼東西 我都切完了 好 切完了 對 所以我們這個 小黃瓜 紅蘿蔔跟腳白筍都切丁了 所以現在我要來做 小朋友最喜歡的沙拉醬了 所以你沙拉醬還滿健康 你沒有在外面買耶 沒有沒有 沙拉醬自己做 好 怎麼要自己做沙拉醬呢 好 來 首先拿一個碗 那個榮榮 你可以把雞蛋拿給我嗎 好的 蛋給我 謝謝 好 我們要在這個碗裡面打一顆蛋 好像很需要很大的決心 怎麼會 你看我打一個愛心型 OK 好 再來我們要加這個檸檬汁 好 加一點檸檬汁 把檸檬汁倒進去 這麼多嗎 對 好 15毫升 好 15毫升 然後再加一點點的鹽 1μμ的鹽巴 因為外面買那個沙拉醬美乃滋 其實不太健康耶 它裡面還會再加一些糖 還會再加一些糖 對 所以吃起來外面 美乃滋吃起來其實是甜甜的 對 現在目前我就是蛋 然後檸檬汁還有一點點的鹽 現在只有這三個嗎 現在目前只有這顆 等一下我要再加橄欖油 OK 好 那你幫我們打一下 小心耶 這是可怕 覺得要離它遠一點 對 打到這樣子之後呢 哪樣子 先打了一下之後 我們要來加橄欖油了 橄欖油呢 待會我們要分三次來加 橄欖油加進去的時候呢 它會跟這個蛋 呈現一個就是 不合群的狀態 你看你看 其實橄欖油跟蛋不能融在一起 對 所以你就必須要把它打 沒錯 對 繼續 好 差不多呢 打到就是有一點點的乳狀 就可以了 好 對 總共呢 我們這個橄欖油要加三次 對 讓這個空氣均勻的跑到裡面去 待會兒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沙拉醬 就是我們的美乃滋了 所以我們美乃滋自己做在 其實不會很難耶 對啊 其實不會很難 技巧就是你要分三次 把這個橄欖油加進去 剛剛我們把油加進去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沒有互融 對 但是其實蛋黃它是有軟磷子的 它是可以乳化我們的油脂 對 所以最後還是會融合在一起 對 那如果說真的要吃沙拉醬 因為我今天看謝忻他準備的橄欖油 其實油脂含量很高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 這一類的譬如要夾一些沙拉醬的東西 有時候我會替換成無糖的優格 無糖優格 優格 稠稠的稠狀 了解 你今天如果準備無糖優格就更好 就挖出來全部都現成 然後東西放進去勾一勾之後 就弄一弄就不形成 不行 妳姐那個長度會不夠 長度會不夠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分三次加完橄欖油之後 沙拉醬就會變成這樣子 對 可是有一些媽媽可能會覺得說 欸 那我做完了之後 我不知道這個沙拉醬是不是已經好了 對 已經打完了 我可以教大家一個小撇步 就是呢 你用湯匙 給它這樣撈一下 然後撈起來了之後 鏡頭要take這裡喔 妳從中間這樣子畫一道 欸 這樣子就是它已經好了 已經乳化了 那如果沒有呢 它就是會分割 沒有就是妳要再繼續打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有什麼差別 就是它中間會分割一條 它不會合起來 就是有點摩西過鴻海的意思 媽媽 小姐 太太要記得 這一招很重要 所以妳打完之後 如果你畫一道 它還是會合起來的話 那不行還不夠 對 妳要再繼續打 乳化對不對 那個專有名字叫什麼 乳化還不完全 乳化不完全 對 欸 謝忻交給我們一個小PACEBO 現在呢 我們要做的呢 就是把這個 我們的沙拉醬放在碗裡面 然後呢跟這個我們的配料 然後加進去就可以了 有沒有很簡單 有嗎 好 這三樣 你們用湯匙 撈到自己的碗裡面 你們拿小湯匙弄好不好 對 好 撈進去裡面 好 這是角白筍喔 好 那要紅蘿蔔 再加一點紅蘿蔔 然後呢 謝忻姐姐幫妳加沙拉醬 好 然後撈一點那個小黃瓜 小黃瓜 它喜歡是紅蘿蔔耶 好 那小黃瓜 撈一點 小黃瓜也要撈一點 對 小黃瓜在右邊 好 弄一點小黃瓜進來 對 OK 小黃瓜妳要再多一點嗎 好 好 然後這時候把沙醬加進去 我們其實不要加太多 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了 好 把它拌一拌 好 把它拌一拌 對 攪拌攪拌 好 OK 好 那換Steve 你自己選你自己要的 你放在你的碗裡面 好 你可能可以小黃瓜多一點 然後或者是角白筍多一點 好 小黃瓜可以多一點 好 好的 好 好 這樣這樣這樣 OK OK 這樣這樣 幫妳加一點點 因為妳東西沒有很多 一丁一丁就好了 好 那拌一拌 好 那拌一拌 好 這個時候呢 就要拿出我們今天的主角 也就是最關鍵的 蘇打餅乾 OK 好 蘇打餅乾來了 湯匙借我 今天呢我先幫榮榮做他的 蘇打餅乾嘛 好 比如說這是一片蘇打餅乾 那妳就要這樣 把這個撈起來 記得要把這個湯汁稍微瀝掉一點點 對 不然蘇打餅乾會濕濕的 怎麼樣 那妳就是這樣子把它鋪在這個蘇打餅乾上面 像這樣子 對 喔 給鏡頭看一下 給鏡頭看一下 妳幹嘛自己吃啊 喔喔喔喔 這比一下 對啊 比一下 就是剛好可以救口的size 對 好 然後上面再蓋上一片 上面再蓋上一片 這就是我們的 沙拉夾心餅乾 很厲害耶 這是妳的 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有成品 來 我們的成品在這裡 沙拉夾心餅乾 而且很可愛 它把它裝置上面有沒有 像一個笑鈴一樣 我覺得謝忻做的這道蠻簡單 也很適合 就好像就是當小點心 野餐 那那個歷程幫我們分析一下營養成分 那其實這一道 紅蘿蔔 因為小朋友有些喜歡吃 有些不喜歡吃 但其實 紅蘿蔔它其實煮熟之後 其實是帶有一點甜味的 是 反而它的那個炒的味道 就會比較沒有那麼多 了解 那這一道它用沙拉醬 其實就可以蓋過它的味道 那胡蘿蔔其實我很鼓勵小朋友吃 因為他們現在視覺在發育 其實小朋友視覺 視力發育可以發展到10歲 現在這個是他們的黃金時期 是 但他們現在黃金時期 都一直在看3C產品 所以實在要多吃一點這種 紅蘿蔔 紅蘿蔔的 維生素A之類 或者是南瓜 這些葉黃素維生素 它會轉換成 在身體會轉換成維生素A 了解 好 紅蘿蔔可以多吃 如果小朋友不排斥的話 恭喜謝忻完成這道料理 好 所以今天呢 兩位不會做菜的美女 其實都做得還不錯 湘瑩做的是甜筒披薩 要PK的是線心的沙拉夾心餅乾 到底今天小朋友會買誰的單呢 我也不知道 繼續看下去 好 馬上就進入我們的試吃 還有投票時間 那剛剛是湘瑩先做對不對 對 那就不然就先吃湘瑩的好了 好不好 先吃這個好不好 OK 開動 甜筒披薩 甜筒披薩 好的 太大口了 沒關係 沒關係 慢慢吃好不好吃 好吃嗎 好吃喔 小朋友超覺得 唉唷 Steve已經一口把它吃完了 很厲害 好吃嗎 歐文你整口把它吃掉 你這麼秀氣 好 喔 融融覺得好吃嗎 好吃喔 好吃喔 對 因為有麵包啊 然後裡面有包那個馬鈴薯 沒關係沒關係 沒有吃 沒有全部吃完沒關係 好 你有吃到裡面的料嗎 有喔 OK 好 那接下來就換吃 我幫她吃 謝忻姐姐的 蘇打餅乾 好不好 換吃餅乾 蘇打餅乾可以用哪了 可以用哪了 直接拿起來 用手拿起來吃 好 OK 歐文你可以用手拿喔 對 好 歐文說好 好吃 歐文說好好吃喔 歐文說好好吃喔 這什麼 但是她說這個很好吃 好吃 她說 所有人都說謝忻的好吃 我花了這麼多的時間汗水 你們竟然說她的好吃 好啊 不要遭遇... 小孩會被嚇到 我覺得她有一點感動 好 那我們就請營養師來幫我們預測一下 你覺得這兩個人誰會獲勝 預測 應該真的是餅乾 餅乾會贏 真的 是因為我切丁的那個刀法對不對 跟刀法應該沒關係吧 那是餅乾脆吧 小朋友其實大部分會比較喜歡餅乾類 對 可是問題是她填桶披薩感覺也不錯啊 但你預測謝忻會贏 我猜是 我覺得謝忻應該也會贏 所以她今天很遭遇 好 馬上小朋友要來投票 歐文你先來幫我投票 好 一個是餅乾喔 一個是披薩 你知道了吧 好請投票 你這個暗眼鬼 你這個暗眼的傢伙 剛剛她在吃餅乾的時候不是說 這個好好吃喔 然後就投給披薩 你先去演八點檔了 那個是披薩喔 左邊那個是餅乾你知道嗎 你去投票喔 那你投你喜歡的 好不好 你覺得好吃的喔 好 餅乾 一比一 好棒喔 那我們再來看看小男生會會投給誰 Steve來 你知道誰是誰吧 右邊是披薩 左邊是餅乾 請投票 湘瑩姐姐做的真的會比較健康喔 來 餅乾獲得兩票 右門 最後關鍵 來 萱萱來 萱萱 有沒有會讓你很難選 不會很難選 她心中有答案了 那萱萱你幫我投票好不好 請去投票 小心 沒關係 沒關係 沒想到竟然是謝忻獲勝了 謝謝大家 那我即將要在 這個 我真的很不可思議 我今天這個沙拉 夾心餅乾竟然可以得 就是得了三票 那我即將在2017年 出一系列的料理書 那即將也會以一個 美食小廚娘的身分呢 上片各大綜藝節目 那謝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從今之後 我要從外景小公主 蛻變成美食小廚娘 好 那我就覺得今天就努力 你會幫她吃一些 就是什麼主菜的節目啊 對 好不好 不要不然我每個禮拜都發你來 要不要 我後面schedule可能有點慢 真的 不過今天湘怡輸給她 你有覺得心裡有點難過嗎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 我不太吃青椒類的東西 不太吃黃椒青椒類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小朋友 可能也不太喜歡吃那種東西 是 對 然後像餅乾的話 因為小朋友就是喜歡吃餅乾 就脆脆的 所以我覺得OK啦 你心服口服嘛 可是問題是她那個很簡單 弄一弄 打一打 所以這就是 所以這就叫什麼 它有切丁啊 所以這就叫 其實有時候做事情不要想太多 就是往簡單的想就好了 因為越做越複雜 結果 才一票 其實是妳的對手太弱啦 是這個意思嗎 好啦 你們兩個 不要在一邊欣欣相惜 但我覺得很開心是因為 我們節目是要交 就是電視機前 譬如說有一些親手女啊 或是妳覺得說做料理好難 其實兩位都做得還蠻不錯的啊 你可以吃吃餅乾或是披薩 其實兩道都很好吃喔 謝謝兩位美女 謝謝香音 謝謝謝忻 謝謝謝忻 謝謝我們的營養師 謝謝四位小朋友 這次約了 下次見囉 掰掰